很多人都有一颗英雄梦 奈何肉体繁台有心无力 今天小米给大家介绍一个男子获得金刚不坏之躯 行侠仗义的电影《水银侠》 话说在神圣的中国西藏 一群图抹不轨的恐怖分子意图进入西藏地界 却被查出携带大量武器 行踪暴露后 恐怖分子们与士兵剑拔弩张 队伍里的蒙面女突然出手 三下五除二就杀到了所有边防士兵 之后一行人来到某村庄 他们威胁村民说出圣物所在地 村民不忍看着怀中小儿被杀 无奈说出了寺庙所在地 恐怖分子马上进入寺庙 圣物果然供于庙堂之上 但是寺庙里有圣女守护 而且圣女武功高超 于是双方展开激烈搏斗 虽然圣女是佛界高人 但毕竟也是凡胎肉体 最终寡不敌众 圣物被恐怖分子劫走 我们把视角转到小火阿诚身上 他是一个充满正义感有着一腔热血 一心想冲锋陷阵的消防员 但是因为太冒奸 领导好像不太喜欢他 而在不远的一处监狱 恐怖分子兼邪教头领大明王 正在等待同伙营救 这些恐怖分子收买典狱长 顺利潜入监狱 随后对狱警展开屠杀 林外河顺利救出大明王 可是在出来的时候 遭到狱警英勇抵抗 战斗中打爆了煤气管道 对时熊熊大火射掉了整个监狱 消防队警灵骤然响起 大家火速前往救火 在大家忙着灭火的时候 阿诚却发现恐怖分子在营救囚犯 于是正义勇敢的阿诚 马上前去阻止罪犯 虽然阿诚是消防员 但是泰拳打的也是相当的厉害 几招就放倒了好几个恐怖分子 但是他没想到 点狱长居然是恐怖分子的人 此时点狱长手上 正拿着准备给大明王的法器 情急之下 用法器刺中了阿诚胸口 随后阿诚倒地不起 而刺中阿诚胸口的法器 慢慢融化消失殆尽 大明王间圣物就这么消失了 内心愤怒 直接刷到了点狱长离去 其实躺在地上的阿诚并没有死 而刚才刺中他的法器 好像被他身体吸收 进入了他的体内 当他再次醒来时 在一处神秘的寺庙 扫地僧告诉阿诚 他获得了强大的异能 如果学会控制 必然能大放异彩 阿诚很快惊醒 这次出现在他面前的 却是西藏圣女 也不管圣女是谁了 他只觉得自己很热 感觉都要燃烧了 此时圣女解释道 那是因为刺中阿诚的法器 乃太阳水银 此水银有阳刚之力 不好好控制 身体会出现燃烧迹象 若灵活控制 则有无穷力量 阿诚身体难受的厉害 能听进去才有鬼 很快阿诚又一次苏醒 这次总算是正常了 因为这次是在家里 昨日的经历仿佛都是做梦 让阿诚有些发梦 但是身体灼烧的感觉 却是真的 为了验证圣女的话 看看自己热血上头 是不是会燃烧 阿诚拿起一本美妙杂志助兴 结果还真是 自己情绪不受控制 身体把衣服都点着了 随后阿诚发现 自己的血液 居然会变成类似水银的金属 而自己也拥有了 快速自愈的能力 阿诚在图书馆查到 原来太阳水银是天外来物 不仅有太阳水银 还有月亮水银 太阳水银制阳制刚 拥有火的力量 月亮水银制阴制柔 拥有冰的力量 圣女丢失的圣物 正是月亮水银 而此时恐怖分子 正在对月亮水银做实验 他们把一小颗月亮水银 改造成飞弹 这个飞弹威力巨大 可以摧毁一座小山坡 恐怖分子 是一群仇视美国人的组织 他们为了执行他们的正义 到处使用人体炸弹杀美国人 却从不在乎普通人的死活 老大大名王认为 只有月亮水银的弹药威力不够 吩咐手下恶女去夺回太阳水银 因为他们要搞一步大的 那就是炸掉一艘美国军舰 恶女带着手下 闯入阿诚家里行凶抓人 还好圣女及时出现 但只能先救走阿诚 恐怖分子抓走了阿诚的妈妈和师妹 阿诚本想马上去营救妈妈和师妹 但是圣女让她先训练 能够熟练掌握太阳水银的力量 再去营救 于是阿诚穿上一套英雄战服 开始打击罪犯 从实战中锻炼力量 于是在一系列英雄事迹中 阿诚成了一个超级英雄 比如抓劫匪 控制失控的大象 抓强奸犯等等 蒙面超人在泰国引起了高度热议 几日之后 阿诚看自己也锻炼的差不多了 于是就想圣女帮助她去救人 圣女身上有一个特殊的罗盘 她能定位水银方位 锁定敌人位置 两人快速杀入敌人阵地 几个小恐怖分子不在话下 很快搞定 可是这次救出来的却只有师妹 原来大明王早就走了 并让师妹留下口信 阿诚必须带着太阳水银来换她妈妈 不然就撕票 于是几人马上拟定作战计划 那就是自己正面假装就范 圣女和师妹后路进攻 此时大明王目的里 恐怖分子利用抓到的超能力小孩 干扰美国军舰雷达 而大明王的计划是将两颗水银合并 然后发射飞弹击毁军舰 当然大明王的计划并没有那么容易实现 阿诚虽然主动现身 但是恐怖分子却拿她没办法 她虽然属精怕电击 但是凭借高超的功夫 成功的打退了一众恐怖分子 大明王见水银合并是完成不了 马上让恶女去发射月亮水银 恶女刚上天台操作发射程序 圣女就追杀了上来 正可谓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于是两人展开激烈搏斗 两人的功夫融合了中国功夫 泰拳还有西方格斗 打起来很是了得 可在打斗过程中 恶女成功发射了飞弹 虽然恶女最终不敌圣女被打塌下 但是却在倒地之际 将一部分月亮水银注入自己身体 然后消失不见 阿诚这边也杀退了所有恐怖分子 救下了超能小孩 因为恶女得月亮水银能量 此时已经转化为冰女 于是一火一冰 两个超人开启战斗 冰女化水为冰 只见万千冰刀向阿诚袭来 而阿诚身体坚硬如钢 冰刀不在话下 接着冰女将水柱化为冰棍 对阿诚展开猛烈攻击 阿诚第一次碰到这么强大的对手 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居然被冰女冰封在水池里 危急时刻 阿诚想到了扫地神僧的话语 顿悟的阿诚身体如同一块炙热燃烧的钢铁 就在冰女打算击碎阿诚时 她化掉了身上的冰 突然跃起给了冰女最后一击 冰女直接变成了冰渣 再说那颗飞弹没有了雷达干扰 成功被泰国海军击毁 没有造成任何伤亡 而气吐血的大明王并没有罢手 他打算启动全泰国境内的人体炸弹 竟也没有成功 因为超能小孩用意念停掉了所有炸弹 大明王见大势已去 服毒自尽 而圣女取回月亮水银 重新带回了寺庙 水银侠虽然厉害 但泄质中的水银是有毒的 千万不能注射服用哦 我是爱想故事的小敏 咱们下期再见